其实我们当时还是因为第一个这边有学区 地铁 高价 包括还有江 主要是江景 那我们对这块其实居住氛围是挺满意的 我是第一批摇号21年5月份买的 当时我们其实均价就基础包的是3万2 然后我们这边最贵的139平的基本装标在3万45 那总价也到了500多万了 其实已经算中上的一个水平了 小冯买的是宁波江北区将来上府的房子 边上就是鱼瑶江 合同约定今年6月30号交付 小冯说小区存在的问题其实在交付前业主们就已经发现了 将来上府小区分为东区和西区 小冯带着记者在东西区都转了转 他说两个区的地下车库都存在深路水的问题 现场记者看到地下车库的地面比较潮湿 有的地方有积水 墙体也存在发霉的情况 我们整个外墙出现了裂纹 然后发现开那个开发商是没有结构柱的 这个结构柱的作用就是为了支撑墙体的稳固性 然后对我们的墙体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去拍一下 就是我们墙体进行了全部打开 我们现在修补的痕迹也在那边 而且无法就是回恢复到统一的色彩 在小区东区记者看到墙体出现了修补的痕迹 颜色和原本外墙颜色的确存在差异 有业主提供了此前外墙维修的照片 业主说当时间外墙打开之后 发现缺少了关系到墙体稳定性的结构柱 今年4月份开发商进行了整改 此外不少业主还反映 家里的地漏和PVC管存在错位的问题 小冯找到四庄的一户业主家里 卫生间马桶边上的地漏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此外还有业主反映 家里存在墙面渗漏水的问题 小冯说交付前业主发现的这些问题 都反馈给了开发商 可6月30号交付当天 他们发现这些情况依旧存在 我们其实业主对买了400万左右的房子 其实一点欣喜感都没有 反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想要退房 甚至说我们亏本 可能想把这个房子也要卖出去 因为实在实际上实在就品质太差 小区开发商是宁波盛汉坊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找到交付前到处 一名工作人员留下了记者的电话 和业主反映的问题 表示会联系公司 有专人进行回复 宁波江北区住建局反馈 他们以督促开发企业履行主体责任 针对业主提出的合理投诉 妥善尽快进行解决 下一步将搭建好业主和企业的对接平台 继续通畅问题的反馈落实渠道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